以血肉馈身甩掉将旺的追踪 和妙玉有可能的反噬 这生意算是合算 尽管自身也因此在虚弱了几分 然而历史洪流 终不会被小小的挫折所阻 白骨圣主很快寻到最后一扇白骨门前 整个阳国的目光都聚集在那决定命运的战场上 再没有谁能够阻止他 他淡淡地看了这个国家一眼 把这个地方放入庞大的记忆中去 带白骨时代降临 一切都有果报 而后一步踏入白骨门中 他很细心地收了秘法 头为咬合的两条骨胶就此松开彼此 一并钻入虚空中 就此 阳国境内的白骨门全部消失 借助幽明之力的穿梭对他来说是如吃饭喝水一般轻松 经历了这一天 即便是他这样的存在 也感到有些疲惫了 而终于可以稍稍放松 只是想到那还差一点就能消灭完全的 属于王长吉的意志 他还是不免皱了皱眉 那个凡人 实在过于顽强了些 一步踏出门户 便出现在庄国境内的一处山洞中 山洞悠悠 因为阵法的保护 经历了数百年 竟也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他这样的存在 自然是不需要光源也能看清环境的 然而 他的一生 洞壁两侧还是燃起了灯火 将这处带有典型白骨道风格的山洞罩的通名 也照亮了脚下繁复玄妙的阵纹 当然也包括面对他站着的 那个戴着白骨面具 唯独露出一双眼睛的人 那眼睛里满是精芒 即使是在这种幽暗的山洞里 即使戴着面具不露容颜 他身上的衣着还是十分精致洁净 就连脚下的靴子 也一尘不染 他是本不该在此 但却偏偏出现在这里的 张林川 这一瞬间许多事情都能联系起来 譬如他以蜀面留下的白骨法相为影 决定要炼制霍原化身 但因为封林城的失败 便将具体的实施交给了张林川 而正是张林川选择了杨国作为霍乱之地 他当然是知道齐国的 但数百年前降世时 齐国还未有如此强大 他也因此轻视了齐国的那个兵道强者 因而被重创 本来庄齐相隔数万里 为了避开庄国人的追杀 把计划之地尽量推远也是应当 但如白骨使者这样谨慎的人 真的没有了解到齐国的情况吗 恐怕齐人早就存了借齐国强者之力 削弱他的心思 天下虽大 像杨国这样自身弱小 能使巫祸计划成功蔓延 又偏在强国之侧的 道士难寻 白骨圣主没有妄动 而是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里 因为张林川亲手布置了白骨道在杨国的行动 为免其人与当地强者有所勾连 故而被他留在白骨地宫 这是他早就养成的谨慎习惯 自上次降世之后 几百年来一直自我提醒 然而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本应该守在白骨地宫里的张林川 文生竟还对他行了一个道理 您对这个世界有些陌生 我足能够理解 这是属于神奇的傲慢 但在您问这个问题之前 不如先问问 我为这一天 准备了多久 张林川很有礼貌的温声说话 其内容 却让如白骨圣主这样的存在 竟也有些心生含义 为了对付您 我翻遍了教门所有的典籍 查阅了庄国历史上所有关于白骨道的记载 哦 不仅仅是庄国 还有清河水府的记载 宋龙珠时求得一关 拼凑了无数的蛛丝马迹 张林川左右看了看 有些满意地道 才终于让我找到这个地方 耗费这么多心力 准备了这么久 白骨圣主淡默问道 又是因为那些可怜的仇恨 怎么会 张林川笑了 我可是自愿加入白骨道 自愿信仰您 我只是单纯的想变强而已 他说 变得更强 有一颗强者之心的蝼蚁 依然是蝼蚁 白骨圣主神目如电 洞悉着这里一切的布置 他明白 张林川既然出现在这里 既然早有准备 那么这个地方 已经与几百年前全然不同 不再能为他的倚仗了 你一身所学 都属白骨秘法 你竟以为 你能伤到你的神 他一步踏前 轰 雷光炸起 要演雷光 从地面鸣刻的阵纹中蹦出 纵横交错 瞬间以白骨圣主为中心 构筑了一个雷光牢狱 使用白骨秘法 就会被您所沾染 此事我早知 不才前心多年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张林川说的轻描淡写 仿佛魂不觉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他就站在雷狱之外 双手大张 长发飘飞 不然您以为 兔面为什么敢跟着我 圣女为什么敢拦截您 身在雷光狱中 白骨圣主心中 生起一种微小的情绪 他觉得有些可笑 难道就凭你这三脚猫的雷法 竟妄图是神 雷光轰击着他的躯体 他就在雷光之中往前走 即使无 虚弱至此 任何白骨道教众 与他为敌 都要舍去白骨道秘法 因为白骨教众的白骨道秘法 不可能对白骨道的神奇产生伤害 相当于一身修为废去大半 这也是任何教派 都很少有教徒背叛神奇的原因 因为根本失去了抗拒的能力 白骨圣主就那么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双手一撕 便将这雷光之欲生生撕开 而迎接他的 是张林川张开的双手之上 那跳跃着的 幽黑色的 爆裂雷光 这雷 白骨圣主眉头一挑 即使是他 这雷他也见所未见 这是我融合白骨道秘法和雷法 独创的幽雷禁法 见过他的人都已死了 张林川很是恭敬地说道 请您试法 幽黑色的雷光只一闪 便直接从他手中消失 而后出现在白骨圣主眼前 四刀四剑 如枪 如毛 在他的视野里 幽黑色雷光爆要成各种形状 铺天盖地搬轰来 轰 白骨圣主单手举在身前 白色植骨自血肉中钻出 瞬间长大 巨大的白骨之手反向一握 将他整个握在其间 轰轰轰 幽雷炸进 白骨之手摊开 白骨圣主从自己的手心走出 但只听 滋滋滋 滋滋滋滋 他已经看见 他再次被困在了雷光之狱中 而这一次冲围牢狱构见的 全都是幽雷 幽黑色雷光四剑 这幽雷偶尔粘在身上 竟令他也觉得有些痛感 鹿眼能抵御沾染 是因为他已经由外楼进修为 接引星光入体 能够短暂抗衡 而张林川 竟然靠着自己的财情 研究出了破解之法 更可怕的是 奇人为了对付他 竟然专门创造了一套幽雷进法 不是一门道术 而是一套成体系的进法 这是何等样的天资 虽则胎出雷法与白骨道密法 但柔和二者 独立于二者 完全贯通了奇人所学 对神奇如他 亦有很明显的针对 这样的进法 真是自己的白骨使者所能创出 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他 再一次发现 他仍然轻视了这些蝼蚁 白骨圣主提起神力 一拳轰在幽雷雷玉上 这一次 竟未能轰开